妳們兩個幹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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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 COO COO兄弟 特別企劃 還有妳們兩個也太小可愛了吧 是妳剛剛騙我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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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好像我們跟大家一起醉 我真的不知道 應該是耍我們 貝老師我們特別企劃 要玩什麼東西 好 你死定了 你死 等一下 剛剛那句話一定要重複三次 老師說 你死定了 太恐怖了吧 死定了 我之前不知道跟老師結了什麼 我的手已經被 剛剛已經被燙到這樣子 沒有沒有那個不是我用 那是阿謙沒燒好對不對 所以剛剛是阿謙先換妳了 對 沒有沒有燒 我的燒還好啦 所以不用太擔心 我的燒現在還算OK吧 還是自己的吧 還不是假的 這是真的喔 對 所以不用太擔心 沒事沒事 但等一下我們要做一個實驗 我們要做那個原子筆弓箭 原子筆可以做弓箭 我想覺得我等一下要被射了 對對對 所以要小心一點 而且這其實有一點點危險 所以我們要先戴起眼鏡 然後我們才開始解除 這東西也是要戴起來 好 自己用的對不對 對 儘管你要玩的話也是要自己一個人 不要去對著人來用 然後甚至最好是戴眼鏡 因為我其實自己做的時候 會有失手的時候 比如說不小心就是在做的時候 然後變成 傻氣這樣做到我自己 對 所以要小心 很危險 對好 那我們今天呢 就是你拿一般的筆 一般的筆 一般的筆 我們把它拆開來之後 會變成這樣子對不對 把裡面的筆心給拿出來嗎 對筆心 然後這個筆頭不要了 然後這個蓋子 蓋子也不需要 蓋子也不要了 這都不要 我們只需要 最後只需要這個 它裡面的殼還有它的內心 現在呢 拿刀子 不過拿刀要小心喔 不要高自己手 你在這個地方割一個凹槽 凹槽 像我這樣子 小小的凹槽嗎 這個這樣凹槽 這個還是在桌上用 會比較安全一點 其實我會怕刀的其中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真的有被刀子割過 你知道被刀子割過 你真的是 一招被蛇咬 終生怕草神 看到嗎 就是這個RT 你割一條就好了 因為我們要讓橡皮筋卡進去 大概就是用這種方式割 你最好是放在桌子上 你不要拿在手上 你們不要小看這一個 原汁筆工具的殺傷衣 因為等一下我們就要拿這個來當懲罰 什麼 對 所以要認真做 我現在真的很怕刀 蓋老師我可以弄你的現成品嗎 我現成的其實也沒有比較好 真的嗎 那我用你的現成品好了 我真的太怕太怕這個東西 我以前在工作的時候 曾經被割了一塊肉下 真的 我對刀子很敏感 我還是 這是好孩子的 避開它好了 好孩子的想法 好孩子不要用刀 好 阿謙是勇敢的孩子 對 我是勇敢 爸爸在家裡做這個東西的時候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 因為它的施力點 跟你手上去的那個點 完全就是在刀口上 好的 老師你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這樣夠不夠 可以可以 這樣子就夠了 完成了 阿謙完成了 佩妮老師就完成了 所以接下來我們第一個步驟要做 就是把我們的筆心那個頭 把它切下來之後 接下來下一個步驟是什麼佩妮老師 等一下喔 好 我先來做一個 免得那個人家說 阿神拿我做的 等一下說不公平 現在你們的網友都非常計較 對不起你們的粉絲都很計較 欸 你怎麼今天我老師弄過的 不行是不是要不行的 作弊 怎麼可以算你硬 我認輸好嗎 我認輸 懲罰他 很簡單其實呢我們就是拿橡皮筋呢 在這個我們寫的那個地方 是 比較細的那個地方捆一捆 嗯 比較細的地方捆一捆 就是像這樣子啊 我們把它幫緊 握筆的地方把它捆一捆 對捆一捆 好 但要有一點那個喔 還是要一點點鬆度 你等一下可以拉 當弓箭拉 像這樣子 喔 這樣夠是不是太少了 我應該要放開一點 都行 你等一下可以試試看我們的 就要捆兩個橡皮筋就對了是不是 沒有 我捆一個是故意讓它不要滑動 好 了解 這一個是我故意讓它不要滑動 然後這一個是我要拉的弓 所以我們總會要捆兩個 我是習慣捆兩個 你也可以捆一個 其實很多人捆一個就可以了 所以這樣一個其實就可以了 一個就夠了 對 好 那老師我試試看捆一個 我把一個捆好的東西 然後我們把這個地方比較細對不對 我們把這個筆心反過來擦 這個筆心 筆心反過來擦 筆心放這邊 OK嗎 超危險 你怎麼弄的 你可以幫我嗎 叫我一聲爸吧 爸 馬上 這很恐怖 我一直很怕刀片斷掉彈起來 飛到了任何一個地方 刀片不會隨便斷掉 會 他會 我就斷過 而且常常被那個斷掉的刀片 你這個有點緊 彈到 很恐怖 你這個 就換一次 換一個嗎 換一個嗎 他的這個有點緊 不然我用你的吧 佩玲老師 你好像全部都用我的 你這樣做過 你幫他換一隻好了 好 我幫他把這個 我先認出好嗎 這一集 沒關係有刀的話 他就是我的天敵了 其實 為什麼我弄不起來 好 我用一下 好啦 不然阿神你用我的 對 我還是用你的好了 OK 那我們都完成了之後呢 好 完成了之後呢 我先拿我的試一試看看 好 好 現在有看到我們的標靶嗎 有 我有看到阿圓老師 對 因為阿圓老師沒來 我以前是 沒有在那邊 這好那麼離譜 大家有看到嗎 剛剛就是那個不小心的失手 真的 真的會就是 所以建議你朋友在做的時候 你不要站在他這個 這個頭的那一邊 真的一個洞 我沒有開玩笑 真的一個洞 要先手上一個洞 對 你要站我這邊 對 謝謝大家一個洞了 我先退場了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是把它捆起來之後 把它當成弓箭的 它是把它的能量儲存在橡皮筋裡面 對不對 這個原理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做真的要自己小心喔 因為有可能自己也會射到自己 好 我昨天就只差點自己射到自己 OK 然後呢 仔細看 好的 這太危險了吧 超恐怖欸 射到阿圓老師加20分 那蘋果是 蘋果上面我有寫分數 對 射到正中間是100 了解 好 大概知道了 來吧 自己試試看 因為我們現在來比賽了嗎 對 我們比賽的內容是什麼 看誰可以射的分數比較高 每一個人 你們要一次還三次 我覺得一次定勝負 一次定勝負嗎 好 一次定勝負 好 那你要練習一下嗎 我覺得都不用練習 我覺得直接發射 好 那我們要開始比囉 我已經準備好了我的 呃 兇氣 我現在 你小心喔 如果摩扎到阿圓老師的話 阿圓老師 這個把就是兇氣了 準備 我的 線彈掉了 再拿他一下下 等我一下喔 好 等你 好 等你喔 等你喔 欸這東西真的是操作 操作起來還蠻 還蠻 卡手欸 它其實沒有那麼容易啊 對 但是記住不要拿這個的 因為你不要拿這個來射別人 這東西非常非常的重要 其實蠻危險的 阿圓剛剛去那邊射了一下 我剛剛已經中蛋了 好 完成 準備喔 3 2 1 唉唷 我都故意射他的臉 我是 我是想要射蘋果啊 所以阿圓老師是20分數嗎 我覺得阿圓可能連射都射不到嘛 為什麼 你可以選擇 你要選擇佩莉老師還是選擇 好 我用佩莉老師的 好了 好沒信心喔 對啊 你幹嘛不對自己有信心 他要對自己有信心的 因為我放錯了 放錯邊了 這邊 不是不是 這邊 這邊比較寬 蛤 這樣 這樣子 喔喔喔喔 學會了嗎 我剛剛被射的那一件 我什麼都忘記了 那一件 阿圓你要小心不要在他那邊 我知道 他等一下失手 他可能也不是故意先 所以是拉紅色的這一條嗎 對 拉紅色的那一條 就是拉緊的那一條 這樣子放著 你看你哪一個順 拉得起來嗎 OK OK 這樣子嗎 對 然後你要做好瞄準的動作 好 來來來 準備好了 剩蘋果 哈利老師已經中大 剩蘋果 準備 3 2 1 GO What 這是我們三個裡面 看起來最弱的你知道嗎 為什麼 我這樣給你五分好不好 對啊 五分啊 借外球嘛 五分 五分 這很危險耶 我不敢 我不敢用力拉啦 我怕把整片弄倒 你的顧慮也太遠了 對 你真的顧慮也好遠喔 好啦 今天你顧慮這麼遠 我們就不懲罰了 欸 這樣人家會不會說我偏信阿謙 不會啊 因為其實我也是用那個 因為今天你都沒做對不對 對啊 我也是 所以其實就是今天勝負就是兩個 好 謝謝 兩個拚手 我們下集請把拚了是吧 慢慢開始是不是 這個是真的還滿危險的 所以如果Bob們有要在家裡 做這種小實驗的話 真的 一定要戴眼鏡喔 要戴眼鏡 不要對人做 要小心小心美工刀 真的要非常非常小心美工刀 不要像我一樣 希望Bob們會喜歡這集阿哥 是我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嘴下九個喜歡 再九上九個訂閱 請訂閱我的頻道 是一個中間的動態 我們下一集再見囉 See you guys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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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妳要幹嘛 它等一下會爆炸 爆炸 好 來 試試看喔 它不是會燒起來嗎 手不會碰到 什麼 老師妳改行喔